昨天晚上这场行政院的进攻行动 是由谁策划带头的呢 带头冲进行政院的 其实就是黑色岛国青年阵线里的 一名领导人物叫做魏阳 他是清大社会所的学生 家庭背景也非常的特别 因为他的妈妈是东华大学的副教授 参加过520农民运动 妈妈叫做杨翠 而他的外征祖父还是社运先驱杨茴 他之所以会号召上千名的学生 冲进行政院 是因为不满 昨天马英九总统的记者会当中 并没有给予大家正面的回答 所以他就召集了 与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昨天晚上一起冲进了行政院 不过也因为这起冲撞 他昨天晚上被逮捕 靠上了手铐 押进了保六大队 交集的搭上飞机北上探儿 为养的妈妈心情五味杂成 因为儿子发起占领行政院 被靠上手铐压进保大 身上满满都是伤 戒严时期恐惧在线 受伤的不是我的孩子而已 受伤的是 这次受伤的是好几十个人 而且是整个那种挂彩 从头我看到的画面是都是这样的 批政府在搞戒严吗 魏洋前一天晚上已发起人身份 带着大批学生打破玻璃 冲破木门翻倒巨马 冲进行政院成功达政还拿起大声工呐喊 要大家不要放弃 穿着蓝色外套发言票和充满号召力 魏洋是谁 他是清大社会所高财生 参加社会运动不是第一次 行动抗争经验丰富 家庭背景也让他拥有社运DNA 曾祖父就是社会运动先驱 和作家杨葵 牙不扁的玫瑰花就是他的作品 母亲杨翠也是大友来头 年轻时也参加过520农民运动 魏洋号召上千名学生走上街头 不惜牺牲自己未来 背着官司也要立抗 坚定意志 看得出来对政府和社会有多不满 只是这么一来 也让非暴力的学运瞬间染上鲜血颜色 记者赵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